非常謝謝院長 那我們先請我們蘇院長以及我們經濟部省部長 好 蘇院長請 好 省部長 院長 你要喝一杯茶茶茶一杯 沒關係 委員你好 辛苦了 院長 全國最高票 感謝院長 有我們團隊共同的支持 所以我也深感榮幸 非常謝謝 所以我這一次的質詢 為什麼說防疫台灣隊 這個隊不是只有國家隊的對大家普遍來用 而是全世界能為俄羅蘭台灣防疫做得很對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蘇院長領導有方 我們紓困振興要到位 所以等一下我也有紓困的部分 要請經濟部跟行政院這邊要積極的 讓人民有感能夠到位 第一章我首先要先謝謝院長 那我們整個台灣的這個防疫 整個政府的努力 政府的專業 人民有感 大家看得見 不是這樣 我們國勢 大家 國家的俄羅蘭 實在是我們自己的國人 84%的民眾都滿意政府處理的這個疫情的表現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院長領導有方 那接著我想我們防疫做得很對 包括很多的政策 包括很多的我們的這個防疫的一個科技 還有所謂的AI大數據等等 那其中我們運用的最成功的應該就是口罩 口罩 那我今天也請省部長來就是希望 請教一下部長 我記得我們本來預計達到的一個口罩的產量 每天可以達到一千多萬片 一千萬片 對不對 上個禮拜 應該說這個禮拜 對不起 我到經濟委員會的時候 你的次長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達到每日生產一千兩百六十萬片 對 成人多少 兒童多少 你敢知道 這樣我跟委員報告 他現在目前我們平均只只一千兩百六十 甚至有當時長 那一千四百幾萬片都有 是 那這個中所謂是包含成人跟兒童嗎 有 那都是同時 都是同時是不是 那目前怎麼分配 你了解分配是 你了解我負責性散 你負責性散 那現在都交給衛福部去本 現在都交給 應該叫做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來做決定對不對 因為我們口罩國家隊 我中部的工具 大家都出錢出來 所以很感心 我也特別感謝院長 甚至對我們這些口罩國家隊的 這些工具機的這些業者 給予很大的一個鼓勵跟肯定 所以呢 我希望呢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付出 在口罩的分配上面 我當然尊重我們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的一個優先順序的決定 但是院長我要來請命一下了 第一個 因為你曾經回答其他委員的質詢 說過我們正在討論要開放民眾 可以寄送口罩到海外 二親等以內的家人 那既然你說這個在討論也正在研議當中 我們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我先說幾句話就是說 第一 這一次防疫跟整個作業其實就是一個團隊 這每一個部會各方面都幫忙 包括貴宴很快速通過特別條例特別預算 那這整個國家隊就是總統領導 而這個做出來確實是了不起 比如口罩的生產 我們經濟部 沈部長從過年就一直忙 到現在已經可以到打一千兩百多萬篇了 這裡面包括小朋友 這裡面會這麼快 要特別感謝委員工具機工會這個團隊 他們也是沒有休息 快速的把六十部機組 本來要半年才組得起來 二十五天組好了 那而且還有些事情自挑腰包 政府要補助他 他還晚些 也都謝謝委員居中給我們幫忙 這一方面我們改天通通完成了 就是疫情趨緩了 我們應該好好謝謝 所以 委員會也要來一下 謝謝院長 另外一點 你現在在問說 什麼數字海外 是這樣 口罩很高 現在越來越好 一方面 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你看 現在都給他們加倍 一定要的 現在來就是說 海外有一些媽媽 家長說 孩子在那 就比較是在那邊買了 有準備啦 要一定的勤等 一定的數量 一定的時間 要可以走 不過 這要先國來 大家再加一下 大家心情覺得 這樣就很安心了 對啦 不然 你如果沒有國來照顧好 不然不會在怕國外 有的人 就心情上 比較不可以接受 院長我提出這個問題就是 部長這邊就已經告訴我了 我們現在每日的口罩的生產量已經達到 比預計的還要快達到 我們預計的數目 所以現在日產可以到一萬兩千六百 一萬兩千六十萬片嘛 那甚至 你剛才還說啊 甚至有時候還可以再多一點點 到了一千四百萬片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每天的數量那麼多 我是建勤行政院能夠盡速的盤點 當然以國內的防疫為優先 醫護為優先 還有各項國內的防疫需求 滿足了之後 我們要用最快的速度 第一個 這個決策要請院長能夠 趕快來做啦 畢竟家長也會煩惱 小孩在外國 不管他們是在吃頭肉 還是在那裡藏著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還要再第二個請命 兒童口罩 兒童口罩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第一個 我們已經有新的機組 所以兒童口罩有新的機台加入生產 第二個 我們現在目前健保藥局的 這個排隊的盤點之後 我看媒體報導說 兒童口罩都還有庫存 第三個 成人口罩可以網路預購 兒童口罩沒有辦法 所以很多家長呢 他也許我自己成人的口罩 可以透過網路來預購 但是我為了孩子 我還是要去排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為這些孩子請命 有沒有可能請院長思量一下 思考一下 透過學校 讓我們高 國中小 甚至幼兒園 這些孩子 透過學校 能夠用實名字的來配送 這樣啦 委員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研發 一直在升級 所以不只要有實名字 實名字2.0 你看 現在實名字2.0的第二輪 夾爛孫的 現在夾爛孫 另外就是 在想啦 當產能更增加的 看能夠給大家更增加 因為 大家都說 多一筆 多一筆 全國就多幾百萬筆 這都要算的 我算過啦 國中小大概180萬個學童 現在 還要讓他更方便 就是說網路就買得到 超商就買得到 不知道還可以有什麼款 更方便 各位 就都很方便 像現在 買兒童的 其實 藥局都買得到 還有存在 但是 一定有一個問題 藥局要去排隊 上班族年輕家庭的爸爸媽媽沒有時間去排隊 但是你網路的預購也沒有開放兒童口罩 這個就是我在想說有沒有什麼一個方式是可以讓我們的孩童受到最佳的保護 這個都大家心肝肝肝 不管是阿公阿嬤還是爸爸媽媽都很要緊 所以我才會提出這個idea也包括很多基層的民眾大家在訴求說可不可以請政府考量 由學校來做一個實名制一個發送配購的一個單位啦 這個當然是可以透過學校來 第一個 我們可以來知道需求 你有孫子有透過學校來買 第二 學校是一個最有組織 而且他也是有經驗的 因為畢竟很多的衛教啦 還有很多的 其他的可能一些收費的一個狀況 學校都有經驗 所以呢 這個部分只在解決 譬如說上班族的爸爸媽媽 年輕人 他就沒有時間去健保藥局白堆 拿去哪兒的口罩 那有沒有辦法再開閉一個管道 讓兒童口罩的取得比較更方便一點 那委員 其實喔 你也不叫我們都在那裡睡 沒有啦 我知道你很辛苦耶 都想到想到切量很多種的 就是譬如說 全國 好大小不一啦 啊 人數不一 各方面不一 所以現在 我剛才有講到一個重點 由學校可以來 看 整理 還有來通知家長 有那個需求表出來啊 不是說每個人就一定要配送啊 那就是家長喔 這個孩子 你要再來 口罩 要再戶籍 三位 有的就更歡迎 也不一啦 所以 我們對於特教班 這些孩子 直接配花給他了啦 不用買的啦 這是直接配花 還有另外一種 有我們的研發 看 有什麼方案 到尾巴看 可以最方便的 現在 這個 都在研究啦 會加 一個 測試成功 都要再測試耶 我知道啊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發表之後 什麼 當機什麼 傳 不然一定要有可憐 我們的網路預購也可以開放 兒童口罩 你看 這 2.0 第二輪就很順 你看你這 那案件就不用一分鐘 所以院長我只是在請求啦 如果我們測試了之後 像現在口罩實名制2.0的網路 這麼的順 那是不是也可以把兒童口罩 納入在預購的一個範圍裡面 我覺得這是可以考量的啊 委員 是怎麼理解 才會說 我們就好好的 你怎麼不可以把兒童口罩 那就是涉及那個包裝的問題啦 那 超商那 因為 上到超商的原點 要下去 到底是 三片一片 說 不知道啦院長 所以這個時候 我知道你考量很多 我再回過來 那為什麼不利用學校呢 就是說 學校就 所以 院長再考量評估看看啦 學校如果你收錢 這個方便不用怕啦 很有經驗啦 不是 有的家長不要讓孩子 錢和健保卡 還有價錢 我覺得各項的評估都應該要啦 我只是建議多一個管道 讓 讓上班族的爸爸媽媽可以 有更便民的方式去取得兒童口罩啦 所以再請行政院再評估啦 那 除了口罩之外 再來就是防護衣跟隔離衣啦 我最近喔 在我們基層的消防隊喔 去跟大家開槓啦 我發現喔 我們全國的兩千一百七十輛的救護車啊 還沒有完成配送配置 那這個當然有牽涉到我們的組織國家隊 台灣製造守護台灣 但是呢 我知道我們的隔離衣好像 有一些是必須要從國外進口 從美國進口 所以我們才會 進一步的跟台美去簽訂一個防疫的夥伴關係嘛 對不對 因為呢我們希望未來口罩足夠的情況之下 可以用口罩去換防護衣的一個原料 那我現在講回來就是說 我們在第一線消防救護的這個消防隊員 基層的消防救護人員裡面 他們出勤全國的救護車兩千一百七十輛 到目前為止 防護衣隔離衣 這個相關的都還沒有完全到位啦 我只是希望說 在醫療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他們當然要優先配置 未來呢 我們產量足夠的時候 是不是對於全台灣 尤其現在居家檢疫 還有居家隔離的 那麼多 那有可能可能會用到 要拜託第一線的這個消防救護人員 那我們是不是要為他們的安全 為國人的安全 大家一起來幫他們想一想 幫他們 希望呢 守護他們的安全啊 所以這個防護衣隔離衣 是不是應該給消防隊的第一線上的消防救護志工們 還有 欸對不起 消防自護 消防救護的消防隊員們啊 欸 委員 進來這部長部在這裡啦 齁 大安政委在這裡 他發表得很清楚 他的消防署會得到 全國家消防車消防隊 這十堆都有 啊我們這個相關隔離衣服三百萬三百萬件 防護衣服五十七萬件 對於救護車上人員該有的配備一件不少啦 他都配備一件不少啦 他都配備一件不少啦 你現在說一件不少是錯誤的訊息啦 你不然你回去再繼續問 那是台中部長說 他絕對 到了基層的消防分隊啊齁 還很缺啦 還很缺啦 你委員 你直接跟部長 連接部長說 你把點看 對打不 我們一定對得到 好囉 我當然啦 台中市已經盤點出來了啦 你已經報到中央了啦 那中央要盡速的來配置啦好不好 好 你拿著我們的神秘客 你台灣盤 哪一個地方真的有漏洞破口 各該部長要負責 一定要做得到 所以拜託議長啦齁 那委會跟內政部長講齁 最後一點點時間齁 我會講到台美 因為今天川普簽署了台北法案 那簽署了台北法案他三個嘛 一個幫我們鞏固友邦的關係 第二個挺台加入國際組織嘛 挺台加入國際組織 你覺得這個台北法案今天簽署了之後 對我們加入WHO會不會有正面的幫助 有 我們很謝謝美國也看到台灣 這一個關係的重要 台美關係也從這一點更證明 蔡總統領導下一直有進步 而且關係最好 那全世界這一次從防疫 也看到台灣的重要 所以美國在這個時候 剛好適時的來簽署台北法案 不但符合適時 證明台美關係的重要跟友好 更進一步也希望藉此 全世界都看到台灣的重要 台灣確實不可缺少 也讓全世界看到台灣願意幫忙 所以藉這樣希望我們更能夠 在國際社會中有機會擴展空間 我們很感謝 院長我說防疫台灣對 謝謝 大家都肯定 所以你辛苦了 謝謝 我們的所有的出份 都一定要現實到 我們時間不到 非常辛苦 好 謝謝 好 謝謝何委員 接下來請高嘉瑜委員 謝謝 謝謝